原神七个奇怪的隐藏成就 第七名雷自东来 让雷斧暴徒释放出隐雷效果 走到他身前 然后被雷击中 就可以解锁成就 在野外的雷斧暴徒不好找 就算是找到了 也必须要在下雨天才能触发隐雷效果 所以这里建议去打锦瑟之亭副本 最低难度就有一个 能达到十元石 第六名被野猪撞死的隐藏成就 老玩家们肯定都知道 但有时为了触发这一个隐藏成就 你会以低血量的方式 四处游荡在提瓦特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青测中央下面的传送锚点 只要传送到这 就会有一只野猪来撞你 帮助你完成成就 能拿到五元石 第五名金牌飞行之兆 我们换上双风属性的角色 激活元素共鸣 再吃上一个减少体力消耗的食物 找到一个相对于很高的位置 往下一只飞 需要一点耐心 在飞行的过程中 你就会获得这个成就 能拿到十元石 第四名延续上面的阵容 带上我们的矿工图子 吃上体力食物 长按冲刺就完事了 非常的简单 可以获得十元石 第三名 在雪山上 找到被雪埋一半的冰块 用火元素融化掉血 会出现不同的东西 直到出现两只必经碟 你就可以达成隐藏成就 第二名 打开设置 找到调节语音按钮 我们不断的调节声音大小 即可解锁隐藏成就 你不会是在哪拍蒙寻开心吧 第一名 把四位角色的保湿度都味道最满 就能达成这个成就 确实是吃饱了没事干 我都吃饱了 你还为我干什么 原神 你真的有可能会忽略的 角色小细节 很多很多期之前 就已经讲到过 角色上高脚动的动作 各有特点 男性角色通常都会把手 放到膝盖处 而女性角色 则是把双手抱在胸前 所以看到这里 我就已经知道 你们内心的想法了 那就抓紧时间 换上温迪和行秋 看看他们是什么动作 除了可以分辨性别以外 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 当角色坐在椅子上 都会把出自身以外的东西放好 并不会穿模 就比如猫猫的尾巴 琴的神之眼 颜飞的挂件 等等 但旅行者不一样 这穿模可太严重了 一点也不重视 除此之外 在游戏中 只要是女性角色的鞋 都带有脚跟 但艾若一没有 可能是老实打猎 不方便吧 当然了 我们的小草神也没有 因为他压根就不穿鞋 说到了鞋 再说一个小细节 就是全部角色的鞋 两只都是一样的 但唯独莫娜的血不是一只一个样 绝对是提瓦特时尚的引领者 迷用的小细节又增加了不少 下期见 拜拜 原神外观超气和角色的六把四星武器 第六名 可莉 都督可 故事集 作为1.6版本的限定武器 单看外观就能知道 这是可莉的四星专武 尤其是武器上四叶草标记 和可莉衣服上的一模一样 其武器强助也还行 但作为限定武器 不知道你有没有 第五名 断浪 长旗 深鹤 同为蓝白色相间的外观 和武器特效 也非常适合深鹤 但真要说四星武器 哪一个最适合深鹤的话 千言长枪也不错 第四名 幽叶华尔兹 菲谢尔 这把武器可以说 就是为菲谢尔量身打造的 因为不管武器强度 毕竟故事 还是外观 都非常契合他 第二名 阿贝多 沉沙 织纺锤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有多少玩家错过了这把武器 妥妥的阿贝多专武 第一名 迪卢克 贤猪海黄 这把武器绝对是原神中的研制代表 尽管它的强度和泛用性一般 但也有不少人使用 我知道这俩搭配可能很牵强 但你要吃鱼的前提 是不是要考一考 还有哪些四星武器适配的角色 欢迎小伙伴们评论区讨论 下期见 拜拜 原神 从飞球到欧皇 你只需要以下五个步骤 第五步 在游戏中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 只要是你来到了沙漠最边的小岛上 和岛上的守保者 求求人来一个最亲密的互动 就不仅能获得华丽宝箱 还可以获得这世间最好的运气 但传说总归是传说 你要是不信 也可以来试试 第四步 每天上线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名神大社找玄东林琴出签 看看抽的签怎么样 是大凶还是大吉 用这个来决定今天的游戏走向 第三步 玩过游戏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 清泉镇的霍普金斯是有名的大建商 因为他卖的圣水 是晚上从池塘边灌满的 但有的玩家就觉得 只要是买了他的圣水 并喝下就肯定会有好运发生 第二步 不管接触到什么位置 什么地图 总要找到你所在位置的最高点 因为在这个位置抽卡 才能给自己最大的心理安慰 第一步 如果你觉得上面几个方法都不行 那就去试试 每天零点准时抽 你看看 我这不就出金了吗 原神免费的常驻五星角色 看看你都选对了吗 随着原神版本的更新 四周年大活动 自选常驻五星角色 想必大家都已经选完了吧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聊聊 选了哪名角色 没选还不要紧 看看这个视频 你可能就知道了 先从大方面讲 如果你是刚刚刚入坑的萌新玩家 推荐迪卓克和克勤 先不说这两名角色的上限 到底有多高 就单说他们对于萌新玩家的友好程度 迪卓克火元素伤害高 前期的你刚触碰元素反应的时候 像这类元素可能是手拿把掐的 可行 现阶段的话 伤害其实也不是很低 而且还自带威仪效果 在大世界探索还是非常有用的 那如果你是老玩家 想追情命座的加持 可以选择 莫娜的第一命座和第四命座 琴的第二 第四和第六 小提的话 这是第一和第六 在这里说一下 如果你的队友里有八重神子 或者是飞线 那就选他吧 就真的挺强的 最优先选选最强 没有之一 那剩下的几位呢 我只能说 如果你这几位都没有 并且上面的角色 你都有合适能备做了 那恭喜你 你可以优先选择这些角色 虽然是常驻角色 但也是白给的 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错过哦 抓紧上线吧 下期见 拜拜 二四年度角色大盘点终于来了 在过去的一年中 一共新出了15名全新角色 那这15名角色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一起来看看吧 瑶瑶 作为二三年第一名新角色 虽然是四星 但在草反应体系中 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艾尔海森 这名角色一出 可谓是争议纷纷 但随着版本的不断更新 它的强度 也渐渐被玩家们所认可 迪西亚火系大剑角色 它一直在常驻卡时中 如果你正巧点了它的一面 那练一点也是可以的 米卡 主要是提供物理增伤和攻速效果 同时还拥有权对回血的能力 所以它的功能性非常丰富 就是不知道用它的小伙伴们多不多 卡维 作为一名四星草系主C 最突出的能力 就是自我引爆草原核 而且人物自身的颜值也非常在线 白竹 在风大版本中 格外突出 搭配弗琳娜 既可以回血 又可以增加它的荷彩值 最佳队友 非它莫属 七凉凉 草系盾斧 不管是它的生存能力 还是战斗机制 都算得上是四星宗的佼佼者 如果没有合适的盾斧 练它也是你不错的选择 林尼特 外号小叶兰 因为它的原色战技 可以和叶兰一样跑出 只是时间比较短而已 林尼 装弹版本中出的第一名五星角色 火系弓箭手输出简单 伤害爆炸 由它的小伙伴们举个手 菲米尼 尽管因为四星走极限制 输出哨戏 但它的伤害依然很高 技能机制也非常有趣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玩玩 马维莱特 现版本最强主C 没有之一 零命就能单独深渊 是游戏中的必充角色 莱欧斯币 它也比较特殊 因为它是游戏中 第一名冰元素法器角色 跟人感觉 从手感到直接体验 都是蛮不错的 夏洛蒂 因为四星兵器法器奶娃 从现版本来看 大多数风呆角色 就一直在烧血 所以夏洛蒂 就现在尤为重要了 福婷娜 风呆版本中的人气角色 有多少玩家 是为了抽她 而为抽纳维莱特 我觉得肯定不在什么处 但她自身巧度也不差 值得一抽 纳维莎 作为二三年最后一名新角色 也是为整个年度 打上了圆满的句号 年系主C 果然名不虚传 虽然今天是 二三年的最后一天 但并不是代表着结束 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祝愿各位要杀欲杀 想杀来杀 我们明年见